首先要说分别进行记者会 说明两个国家之间 现在关系仍然处于冰冻的状态 此前我们观察过 尽管美国向俄罗斯发出了邀请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希望与美国进行交流 双方之间的高层交往 对于两个大国来说 是一种刚需 是必然要进行的进程 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但是在如何谈 以及谈出什么结果的问题上 不管是美方还是俄方 都没有过高的期待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现在呢 首先对于如何应对 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美国希望是通过 与俄罗斯之间的交流 防止误判 尤其要促使现在乌克兰 以及黑海地区 相关局势的降温 避免美国陷入到一场 与俄罗斯的正面冲突当中 而此时呢 对于俄罗斯的施压 以及未来进一步的围堵 是美国并没有放弃的一种动向 而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现在似乎美俄之间的合作 是单一性的 比如说双方之间 目前在伊朗核问题 以及军控等方面 在进行一些沟通 但是这些沟通 更多的是要迎合双方的需要 而并不意味着 两个国家会通过 一些议题的合作 兵事前嫌 使双方能够握手言和 所以呢 美俄双方对于此次会晤 所产生的成果 并没有太高的期待 而更多的是有一定的务实性 而同时呢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来说 与俄罗斯方面进行面对面的交锋 确实呢 也是一种尖锐的考验 在此前呢 美国的前任总统特朗普 就已经对拜登进行讽刺 希望呢 他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会面的时候呢 保持清醒 这是此前呢 特朗普对拜登 瞌睡桥 这样的一个绰号的延续 同时也反映出的是拜登本人 他在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 尤其是在应对压力的时候 恐怕呢 反应不够灵敏 尤其是应变不是特别的到位 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 尤其对于美国官方来说 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的时候 如果拜登应对失据 也会让美国的领导力的形象 让美国在盟友心中的形象 受到一定的损害 所以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 双方之间认为呢 各自发布消息 更能体现自己的利益 同时呢 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尴尬